台北宜蘭的交通帶來非常大的方便 值得時間有兩個小時 縮短到30分鐘到45分鐘就 假日的交通量 假日大概5分鐘增加2成 我們預估今年春節的交通量 各項設備的檢修 所有人員分成三組 24小時拜命 為了北一的 玩下去投射收費站 北上縮緊車道 更重要的就是在宜蘭的路口雜道 我們有主線有塞過大宣討 在蘇印圖方面今年總報應了210萬份 應該是增加 所以開始在增加了嗎 對 請你的交通票 等3點 我們李局長 所有的我們的管隊同仁 大家好 媒體的朋友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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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因為過年了 所以所有的同胞 在晚上南來北往現在交通開始 大緊張 那我們交通部 警政署所有的同仁 大家都有非常詳細 投賽的規劃 也盡心盡力 監視職監視 很感謝 那我們特別謝謝媒體的朋友 這一段期間 透過媒體資訊 讓全國的同胞 知道 是個怎麼樣的調配的計畫 我們非常感謝 這樣的配合 公益 那 呼籲全國的同胞 過年 最重要就是要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最重要就是希望 秦車用路都能很順差 所以 一定要看 整個替代計畫 交通的相關的 配合的措施 自己先規劃看看 有哪一 應該是哪一條道路好 應該是怎麼樣的情況好 這個資訊 從剛才的報告裡面有看到 連 新加報紙都有那個很大很大的圖表 電視 電子媒體也都有各種消息 網路也都可以看得到 請大家 活在現在的時代 才會有這樣的交通用賽 所以你如果多利用資料多看 一定就會減少 交通的 用賽 不會給你造成困擾 所以請同胞 所有的 國人同胞 好好的利用資訊 自己做好計畫